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13号在土耳其发生了境内历史上最严重的矿坑爆炸意外 目前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了283人 仍然约有100多人被担心困在矿坑里 300多名的伤者送医 民众对于土耳其政府的处理态度感到愤怒 街头抗争示威不断 13号在土耳其的马尼沙省索马镇 因为变压其故障导致矿坑发生爆炸意外电力中断 矿工们受困在两公里深处的地底 目前为止死亡人数已经达到383人 大多死于一氧化碳中毒 事发当时有787名矿工正在工作 目前搜救行动还在进行 土耳其总理埃尔段在前往索马镇灾区探视时 遭到受难家属及抗疫民众的包围 已需升级示威表达愤怒 他们不满土耳其政府包庇矿业巨头业者 却默视矿工的作业安全 而且事发之后 就在消息的缺乏也引起民众非议 埃尔段其中一名助理更被民众拍到 用力踢着一名倒在地上抗疫者的画面 使群众的愤怒情绪加剧 在抗疫行动中 示威者的牌子上写着 这没有意外是一桩谋杀 政府有责任 愤怒绵延整个土耳其 在埃尔段上任以来 经历了十年经济快速发展 但仍然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工作场所之一 土耳其的四大工会呼吁全国罢工一天 自从前国营矿坑转为私有化经营后 他们的工作条件急剧恶化 而索马矿坑业者 今天在记者会上否认这场灾难和他们有关 经常也在电视张瑞珍编译 警官方一线坑业者